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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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说话 我说也不说重要吗 我说一万句 也抵不过林将军说一句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废话呢 你 你想说什么 今日 我终亲眼见到全世的模样 谢谢阿子弟当得好生辛苦 阿姆小赖 也是忍得极其不易 可那些贵女们 还是不移不饶 不肯放过我们 可你来了 三爷聊雨就将他们闭嘴了 三爷聊雨就将他们闭嘴了 甚至不需要多非口舍 目光所及 他们就会顺存去做 你不喜欢全世吗 那是你的全世 不是我的 而我为何能用你的全世呢 是因为不久之后 我将会嫁与你 为你生儿育女 让你开心舒适 所以我就能分下你的全世了 对吗 夫妻本事一体 待我们成婚之后 我的就是你的 这样 有何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 是我佣人自扰了 我这个人 就爱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但我日后若是嫁与你 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 那时 我将不再是陈少少 人都会干却 你都会干却 我干却 我真的有事 我今晚去 我估计 我现在就是 容易及时 我正站在外的时候 过午向来不时 人恶警醒 吃得太多 会失去斗志 林将军 我知道你在军中密行令旨 不惜与人商量 可我也自小散门惯了 最不惜有人管输 哪怕是为我好 你若是想娶我 那就得忍着我 我已经在尝试与你商量 少商 我已经告知了你 我的理由 你大可告诉我一个 即便知道对身体有害 此柄也非吃不可的理由 林将军 这世间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理由的 就好比说 你无缘无故向我提亲 这是有何理由 少主公 七孙处有要事禀报 先送陈娘子回府 是 出发 神将军 将军 有请 他没办法 事 我们还会 你多判断 特派人前去调查 发现了许多刑机可疑之 属下怀疑 是不是韩无以惊遇险了 霍家军传行官 遇险必留下线索 我们去趟西村 可是少主公明日 还要去承家下聘 我自有安排 行了 把这些杂物放到后院 把前院给我腾出来 我要有大用处 是 慢一点别磕着碰着 慢点 那是我的陪价 慢点 军姑 您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呀 袁姨呀 鸟鸟一生出来 你跟大郎辩护孤城大劫 鸟鸟命中待极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现在都成谁家的小女娘 能比我们鸟鸟争气 楼家婚事刚退 林家又赶着来求娶 我打听过了啊 林不宜是在圣上面前养大的 待遇就如同皇子 我们娘娘嫁过去 那不就等于是皇子妃了吗 军姑 军姑 你可千万慎言 这会为程家招货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林家如此显赫 送的聘礼比楼家并多不少 当初楼家送聘礼 摆了满满半个院子 那林家送的聘礼 还不得整整塞满整个院子吗 所以我得早做准备 将院子打扫干净腾出来 免得聘礼占了你们夫妻的枯法 军姑 此事还未定 林家还未派人来交换耕铁 他们不来 你上门去要啊 如果你觉得脸面不方便的话 你跟我说 我亲自登门去呀 衣服之人礼就是多 那楼家的教训 你还没有受够吗 你聘礼早日落袋早日为安哪 你 我的意思是 亲事早日定下来 早日为安 老夫人 宇军 林家管事来称 家中主母身体抱恙 孤无法按时下聘 况且见谅 抱 抱 抱恙 抱恙什么意思 抱恙 哎呀 怎么好端端地回病了呢 这你怎么能 我院子都疼好了呀 你这样 这样 原医 既然亲家病了 咱们带些药去探吧 是 林家管事还特地叮嘱 未免过病气给姻亲 所以请程家仁莫要登门 这承阳侯府 真是欺人太甚 我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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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顶着他婚时 怕是要 婚了 我的聘礼呀 哎呀 都怪前身病得不是时候 与曲林侯家的亲事 只有等病好了再说 否则万一将病气传给程家 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罪过 也是程娘子命印 还没入到侯府 就将未来军姑给克病了 日后 哪家还敢求娶 是啊 这世间又有几人 像郡主这般命格显贵呢 这亲事本是圣上定的 夫人也不好推举 你我同样命苦 放心 只要聘礼没下 耕铁没换 这亲事呀就算不得数 我明日去宫中 以圣上论刀论的 这程娘子 既能退第一次寝 自然能再退第二次 郡主 老王妃 听闻林将军命人进宫 称自己父母母病 叩请圣上 代为曹班与程氏的亲事 圣上也已经印下 说是明日 便派老王爷担当理官 请往城府下聘 什么 此生竟为城娘子 罔顾伦常 哪来的老王爷 那本朝朗王爷只有 是 是大父 哭什么 要是旁人下聘 倒是值得一哭 你大父 还不是听咱俩的 没有 你大父 这儿 你大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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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你大父 这一哭 你大父 我当初随你上山夏天 食不果腹 吃了多少苦 我不泼妇 怎能养活你和圣上 这朝中上下 谁你却怎么样 我不曾见过 就是当今圣上 也是我一口粮一口水 省下来喂大的 老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现在想过河拆桥 欺负老七吗 你闻家男人 你丧良心啊你 你想逼死我们 祖孙二人吗你 你可不敢回说啊 要妈就妈妈一个人 怎么敢连圣上也一起骂 大墨何苦为男大夫呢 圣上命大夫为子生虾屁 大夫用喜感违背圣意 都是我命苦 与此生无缘无分 不如就让我留在三财官里 你是父神仙好了 陈大妞 你我儿女都死了 习不守得孙女长大成仁 老金 若就死出家 我刚送你 我求你你 找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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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莫死 你也莫要哭 我明天就去找程少商 搅黄那个 林不宜的婚事如何啊 那明日便看大夫手段了 老子上当了 我 林不宜没来 女公子莫要难过了 虽然林将军没来 可起来了德高望重的汝阳王 为女公子下聘 可谓是做足了脸面 现如今 都城中人人都羡慕女公子 聘礼多到整条街都撞不下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连自己的亲事都身不由己 你去帮忙吧 莫要领 是 小女娘 手上轻点 耳朵都震聋了 这条案怎么得罪你了 我就像这条案 谁都能吹几下 没胳膊没腿的 没得反抗 这年纪轻轻的 咱们个个都冤生载道啊 小女娘我问你啊 小女娘我问你啊 那个程绍商现在何处啊 她抢人夫婿 害得我孙女昨日痛哭不止 我呢就是想问问她 我呢就是想问问她 为何要高潘龄将军 男女都是人 何来高潘龄说 全都城都在说 我驾雨灵不移 是我高盘 可没有人知道 如此不平等的婚事 我陈绍商才不稀罕呢 老王爷 莫非你今日 是来缴黄婚似的 我堂堂圣上叔父 怎么能做那种下足之事 你就是成娘子啊 我还以为终于判来一个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救命恩人呢 你早已知晓本王 不认为本王的身份 能在曲林侯府后院 来去刺儒的人 只能是来送聘礼的 汝阳王了 你的胆子也够大啊 明知本王身份 还敢于本王顶撞 我本就是这样 不知礼数 老王爷若是看我不顺眼 不如替林子慎 退了这个婚事吧 这独成多少女娘都 轻慕林子慎 可怎么在你这儿 我觉着你要让我 把这婚事搅黄似的 我与她从一开始 编究不平等 在我心里 两个人若是做不到 平等尊重 还不如一个人过 你可知道这世间 人份三六九等啊 即便是真正的夫妻 你也未见得能够平等尊重 本王与我家那婆娘 成婚五十年 话不投机半句头 她不敬我 我也不中她 只不过 我修行多年 追求无为不争之道 故事也只能忍耐罢喽 老王爷 您竟是修行之人 方才倒没瞧出来 老王爷一心为了无为 却忘了修行之人 本应该顺从本心 不可讳言 老王爷 怎的半点也没做到 这世上 本就怨恶无数 有的说是为了儿女 不舍分开 有的说是怕父母 不敢分开 可偏偏没有人敢承认 是不敢承担后果 所以没有分开 老王爷 你既不敢决婚 就不要拿道心当借口了 我看你啊 分明就是惧怕权势 怕惹身上不高兴罢了 你敢说教本吗 你既然觉得雨灵不宜 身份不等 为何不敢举婚 我也惧怕权势 老王爷 老王爷记得老王妃的令 想替豫昌郡主出头 好 不如 就将这聘礼 强步搬回去 把这婚事给搅黄了 这样 你好 我也好 不得谁的令 你婆娘能命令得了我吗 我明白了 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 你盼着这婚事不成 我可不上当 我是瞧着紫盛长大的 我还就盼着这婚事成了 别啊 你想让我帮你据还 当我行 反正啊 这聘礼已经送到 本王爷该回宫复命 你啊本想借我的手 搅黄这婚事 老子 绝不上他 没老糊涂啊这 是让你搅黄婚事 谁让你当自家婚事操办了 你这婆妇不讲理 这婚他搅不黄 真是圣上天允的婚 你我又如何呀 大夫是圣上叔父 圣上也要赏几分薄面的 不如大夫入宫面圣 命令不移 迎娶两人如何 我愿意成家娘子 共事十一郎 荒唐 玉肠啊 你看看你这个为求嫁人 不惜责损自身的这个样子 丢人丢人丢人 大摩 大夫变了 不疼玉肠了 如今多少人是我做笑话 那我还有脸活再忍试啊 就让我死了吧 不愧了 不愧了 谁有荒唐 玉肠 听大夫一句真心话 男女婚姻大事凑合不得 若凑合必成仇 你看我和你大母 无一日不争吵 无一日不埋怨 那我们就是你的前程之间 你何必要重蹈覆辙呢 你在孙人面前回说什么 你真敢与我续婚吗 让盛生的脸往哪儿割 你挑唆我让我去 寻程阳子的麻烦 让我以权势压人的时候 你有想到 我这老脸往哪儿割吗 五十年了 我总算是想明白了 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这婚啊 是为我自己绝对 爱撒撒地 大母 玉肠舟就去圣上面前 找根绳子吊了自己 看圣上是要赐婚外人 还是逼死我这个丑执念 哎 哎呀 哎呀 你 你父母走都走 大父念你自幼失去双亲 才处处重用你 把你重用成一副 一言不合就寻死觅活的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若一言不合就以死相逼 谁会看得起你呢 一个女娘尚且不尊重自己 那未来的郎君凭什么尊重你啊 玉肠 大夫对不起你 你已为林不宜入了花旗 大夫觉得 你还是尽快择一户好人家家的 至于林不宜死了这条心 你和程哨上天差地别 此生无缀 大夫 你个没良心的 你敢断我命根子 我赶紧拼命 我还要进宫问问 当初我给圣上那口饭 还作数吗 够了 我受够了 这么多年你贤情自主 说什么曾给圣上一口饭救命 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那是一碗粟饭 一碗你不要的粟饭 一碗粟饭换来了十余年的荣华富贵 够本了 够了 雨昌 今日大夫一言九鼎 要么 尽快择一户好人家把自己嫁了 要么留在三菜观 此生清灯相伴 是素发出家 还是盘发出嫁 自己选吧 南母 我说是 邵主公 方圆史里我们都缩辩了 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此处泥土潮湿 人形在上必定会留下足迹 可这附近干净平整 别说是寒武的足迹了 就是连马蹄印都不曾经 人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处理得这么干净 必定是军中人 那些人既然是军中的 那韩武 韩武也许还留下了其他线索 再找找 可是四周我可都搜遍了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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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若是我平安无事 就是两段两长 韩武发现自己被人追杀 在此埋下线索 两长两短 证明他还活着 他会自己来找我们的 暗中留意 是否有关于韩武的其他线索 是 即刻启程 连夜赶回都城 是 这么着急回去吗 我得回去林侯府 下聘当日十月 离音登门道歉 少主公 怎么了 你这般杀气腾腾 不次去赔罪 倒像是去兴师问罪的 你们的意思是 我很凶嘛 不行 不行 但是少主公应该事事都笑笑 像这样 好 你 会说笑话吗 真羡慕尿尿你呀 要出嫁了 再也不用被阿父阿母管束了 才不是 之前阿母不许我家领不宜 如今在婚事上比谁都伤心 绝口不提退婚之事 如此可见 她心中根本就没有我 娘娘 你这话说得可就亏心了 当然可是阿母在宫中冒死提出辞婚 你自己非要嫁给刘不宜 这是什么叫我非啊 那是行事索逼不得不改 算了 这么说这也干吗 说了你也不知道 什么是权势 什么是厉害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妙妙 你可别气大伯母了 大伯母这些天 吃不下也睡不好 妙妙 吃饭 吃饭 妙妙今日为何一直掉虾目 定是灵不宜没亲自来虾皮给弃着了 不过按摩也奇怪 换往日早派桌子了 今日一句话也没有了 这些女娘们心思注目不定啊 这灵不宜确实有些过分啊 婚子还没结呢 就在下聘仪式上待慢妙妙 你我做兄长的 可绝不能饶恕啊 对 待她当门 咱们待妙妙给她个下马威 嗯 你我做兄长的可绝不能饶恕啊 你我做兄长的可绝不能饶恕啊 对 带她当门 咱们带妙妙给她个下马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少少 程将军 程夫人 那日我有紧急军务 没能赶上下聘 实在抱歉 好 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 自己拿了主意便是 有和好之前的 正事要紧 正事要紧 林将军既然来了 便一起用膳吧 秦聪 收拾一下酒坠糖 请林将军过去用膳 不必多礼了 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 一起用膳吧 大家不必这么拘束 子慎很好相处的 你先把肠羊放好 人口 你现在不愿意 一切部锅 你会让你把肠羊放好 一切就可以了 嘴尝 都可以了 好了 你还好 我的天啊 你多加水 不加水 有机会 我elo gusto 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 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 师不言请不语 甚好 甚好 不如紫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 古时有一位书生最是自私凉薄 从不与人交好 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 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 每每出岛都需要沉船渡湖 有一日渡湖时 他发现所沉之船 被水中石破了一洞 他本可脱衣补洞 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 也不愿废弃口舌 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 直到这船刑制湖的中央 众人才发现 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 惊呼道 这船要沉了 各位猜 此书生如何作答 他达到这船又不是我的 与我何干 那最后呢 此人如何了 自然是淹死了 真是有趣 甚是有趣 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 听着笑 来 三兄 多谢林将军 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 天气炎热 天气炎热 来 三兄 自身敬你 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 随便喝两口 解暑降温 来 多谢林将军 自身再敬三兄 解暑降温 四兄 我喝 先干为敬 爽快 我 我不剩酒力 吃菜 我吃菜 好 好 我听说林将的狼军来了 不得无礼 真热闹啊 大幕没来迟吧 啊 你就是林家的狼军吧 是 你看看 这眉毛是眉毛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嘴是嘴的 果然是着耳不群的 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 我看你们说呀 我这辈子看您就没错过 你跟我们家妙妙 一个鼻子俩眼睛 如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一看 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 我曾经也这么说过 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 睿智 睿智 什么意思 好 我从未见过 是吗 好 晚上咱们给你们做 阿傅 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 这时各家回礼 咱们送去就行 嗯 还是你想得都到 省了我们多少事啊 居库 开包厂业 什么 都说家宅安宁 方能兴旺 我与少商定亲 成家人 亦是我的家人 我特调来一对亲卫 每日查探府中出入 确保诸位的安全 好